侵占挪用,骗财骗色,触碰红线,无耻大卫,农场联盟为何要调查大卫? 英喜大卫戴建峰,在担任农场主期间,踩了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两条红线。 第一,他利用农场主身份把手伸到了战友的口袋里。 他把英喜农场战友投资款打入了自己的股票账户,赤裸裸地挪用和侵占涉嫌犯罪。 他挪用和欠下战友的投资款不低于280万美元,但他拒绝交还联盟和战友。 大卫还挪用法制基金的钱,给习近平送棺材的名义,申请经费买了两台路,其中一台还是高达10万美元的限定款。 第二,他与战友发生肉体关系,而且不仅仅是一个战友,联盟对大卫私生活毫无兴趣。 但大卫以工作名义去骚扰女战友,续导他夫妻生活甚至性生活如何不和谐。 而且他片色不分老幼,如此道德沦丧,渣男一眉,战友之间应已成相待。 金钱和肉体关系绝对不能发生,这两条红线谁碰谁死。